作词 李宗盛 学界的意义与认知 尊敬的诸位尼斯大姐 诸位沙弥 以及各位不法居士 大家下午好 阿弥陀佛 请放长 今早我们学习了 比丘尼的八境法 自己也觉得很受用 其实八境法 是不仅 比丘尼要学习 士沙尼 沙弥尼要学习 这个精神是我们 比丘也应当学习 在梵王菩萨界里面 清界第一条 就讲到 要对上座和尚 阿舍利 大德 同学 同见 同行者 都应该 起成瘾礼拜问讯 都应该 尽心地供养 这种恭敬心 是我们自信的信德 唯有修行信德 才能够彰显自信 所以菩萨道行至最圆满 终极的就是 普贤十大愿望 那么普贤十大愿 第一条 就是礼尽诸佛 我们礼尽一切众生 都应当如同礼尽诸佛那样 以制成恭敬的心 这样的话 才能够完全彰显 我们自己的佛心 那么 今天早上呢 自己在讲课的时候 有一个口误 就是讲到 比丘尼 如果是 以无根 放比丘 我讲到是犯重 实际上是耳片 这里就纠正一下 好 那下午我们要谈的 就是正式我们的主题 学界的重要意义和认知 那么这个题目呢 是交扎 齐请的 目的就是让大家 对学界提起高度的重视 那么实际上 出家人确实 就是以持戒为根本 我们出家 跟在家人不同的地方 就是因为我们有敬意 所以 佛在《遗教经》当中 这么说 如等比丘 逼我灭后 当尊重 真净 波罗提木查 如暗欲明 平忍得宝 当知 此则是如等大师 若佛注视 无益此也 《遗教经》 是佛最后的遗教 就如同 世间 这些 道德学问很高的人 到最后 留给世间的 都是至善的话语 那么 在 佛的最后的 给我们的遗嘱 遗言 跟我们说道 说如等比丘 当然 蒋比丘 是出家五重之手 也是 佛门七重之手 就涵盖了 其他的各种 与我灭后 在佛陀 灭肚之后 就应当尊重 真净 波罗提木查 波罗提木查 就是佛所制定的戒条 出家的戒 不管你受了什么戒 都要遵守这些戒条 比丘二百五十条戒 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条戒 还有斯叉摩纳的戒 沙弥 沙弥尼的戒 十戒 二十六门为一 现在我们也正在 绝缘寺 讲这个 沙弥十戒 为一路要 是偶尼大师 所编辑的 这个不仅是 沙弥尼要学习 其实也是 比丘比丘尼 必须学习 它是比丘戒基础 那么 在一家人 有五戒 八戒 那么大成的菩萨戒 同于在家出家 这些都属于 菠萝提牧场 那么我们要尊重 真记 如同像在黑暗之中 遇到光明那样 以一种 渴求的心 阴重的心 来学习 因为 唯有气 才能够令我们 操凡突出 才能够令我们 转烦成圣 那么 又如同 凭人 得保 这个贫穷的人 突然 突然 得到了 摩尼宝珠 就是如意宝珠 如意宝珠 可以随着你的意 变现你所需要的珍宝 那么这是多么令人庆幸 我们在生死苦海当中 沉沦了无量劫 那么今天能够得欲戒法 就能够这一生有耻化 解脱六道轮回的困难 所以 我们对于戒法 要生起无比的尊敬之心 当之 此则是如党大事 你们明党知道 这个戒法 就是你们的大事 大事 就是指福 叫大道士 能够引导我们 出离生死苦海 断两种生死 阿罗汉 断分断生死 佛 不仅断分断生死 排断便利生死 那么都要靠 戒作为根本 所以 佛跟我们讲 如果我不在世 那么你们对于戒法 就如同对我一样 那么尊敬 若我注释 不以此 所以佛最后的一教 就是教我们要以戒为师 所以戒在就是佛在 你要知道 你们灯坛寿的戒体 是在三宝前 发大菩提心 求得的戒体 这个戒体 就等同于菩萨的戒体 只不过是 菩萨的戒体 妖妻是未来进 进未来进 而生闻的戒体 是妖妻于进行受 但是全都是 以大菩提心 才能感到这个戒体 那么大菩提心 就是成佛的意 《华原经》 《普贤使行愿评》里面讲 因与众生而起大悲 因与大悲 发菩提心 因菩提心成等正确 那我们现在灯坛寿界 发达菩提心 求受戒体 这个戒体 就是我们将来成佛 成无上图体的意义 我们怎么能忍心 把它毁损掉 那么菩萨戒 它涵盖三具 就是摄律戒 饶意有情戒 还有摄山法戒 这三具境戒 三具就是三类 那这三类的境界 其中绿一界 就盘设了所有的 这些生文的绿一 所以不要认为 我们现在所学的 这些比丘比丘尼界 那只是生文界 小成界 你这样想着从 它的法虽然是生文的界法 但是它的体 是属于菩萨界的界限 因为你登坛受聚的时候 是以大菩提心感的这个界 乃至于 居士受五界 受八界 沙弥沙弥尼 受这个沙弥界 都是了 发普及性 在受居 受戒的时候 戒师 就是戒和尚 都要引导戒子们 圆境 发心 观想 圆念十方世界 十法界 一切有情无情的众生 发起大菩提心 誓断一切恶 誓修一切善 誓读一切众生 这三个誓愿 就是三具境界 律于戒 就是讲 誓断一切恶 誓上法界 就是誓修一切善 饶意有情界 就是誓断一切众生 那我们发大菩提心 就感得菩萨界的界限 所以这个虽然是 生文的界法 但是它是属于菩萨界 当中的律于戒句 所以我们能好好地持守 这些生文的界条 就是在持守菩萨界 因为菩萨界是一个 无所不包的大界 所有界法都含设在其中 以这样的大菩提心 去受生文静 行生文静 这个持生文静 那就是在受持菩萨界 那我们这个菩萨界的界体 就是佛的法身 我们知道 佛有五分法身 戒 定 会 泄脱 泄脱之间 那个界法身 就是我们现在受得到的界体 我们今日受到的 得到的界体 将来就成为佛的界法身 只不过我们现在这个界体 就像一个刚生出来的婴儿一样 还没有长大成人 欧益大师有一个批语说 如同太子刚刚出世 他什么都不懂 但是你不能小看他 因为他就是东宫 未来的主人 他将来长大了 就是要统治天下的国君 而他现在虽然什么都不懂 没有能力 没有智慧 可是他长大成为国君 一统天下的时候 这个体 这个身体是同一个身体 就是从这个婴儿长大而成的 这个国君 没有变第二个身体 那我们现在得到的界体 跟以后成佛了 就是同一个体 假如我们毁损这个界体 就等于断自己的佛性种子 那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是可怜 可敏 可爱的 那我们能够好好的持戒 对于我们修行 是至关重要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三无漏学 因尽生定 因定发挥 那么为什么持戒就能得定 为什么最后能够开智慧 乃至得到解脱 得到逆盘 在大智都论里面跟我们讲 持戒之人 其心不悔 心不悔故得喜乐 得喜乐固得一心 得一心固得实志 得实志固得艳心 得艳心固得离遇 得离遇固得泄脱 得泄脱固得涅盘 如是持戒为诸善法根本 这就对我们讲清楚 为什么持戒最后能够 帮助你得到 究竟写通 因为持戒的人 他经验的持戒 坚守不犯 他的心就不会有悔恨 世间有一句话想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做了亏心事的人 心里一定会有愧疚 会有良心的潜估 世间人讲的良心 实际上就是指所信 我们自己都有佛性 当我们做悖逆佛性的事情的时候 自然就会感觉到亏据 这是你自己本有的佛性 所以它就有这个作用 令你能够做亏心事 你会觉得不安 当然佛性 有的人埋没得很深 做了亏心事 他都已经麻木固然 那只是因为他迷得深而已 并不代表他没有佛性 法华经里跟我们显示 连一禅题都有佛性 那更何况我们现实能够出家 那都是很有善根的人 那就不要把自己的善根断掉 要让自己的善根增长 所以首先我们要好好持续 你们大家都那么年轻 能够那么年轻就出家修道 这是非常值得赞叹 但是这一生能不能有成就 就看我们能不能把基础打好 就是能不能把这个戒指好 要持到角如冰霜 成点不燃 你的心就不会有悔恨 愧疚 那么心没有悔恨 自然就有喜乐 就所谓的法喜崇满 有喜乐就会得以心 我们修行 禅定是重要的 顺应 无论你修哪一宗哪一派 这个禅定都是至关重要 如果心不能得定 那就不可能开智慧 那现在末法时期 最保险最稳妥的法门 就是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呢 阿弥陀经上讲 也要念佛 求一心不乱 只要得到一心不乱 那这一生是决定能够温生心的 但是修别的中得一心 不能一定可以得到解脱 所以净土法门是最容易 但是说容易也不是那么容易 你说你要得一心不乱 这个是要下一番死功夫 那就要从慈戒开始 迟到你心里面感觉到很喜乐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戒法我都不去 我都没有违反 我自己戒气非常的清净 没有任何的污损 那就非常的喜乐 这个时候来念阿弥陀佛 那就是没有任何的顾虑 没有任何的怀疑 没有忧悔 那就很容易得一心 得一心就能得十志 一心是禅定 十志就开无楼之灰 这个十志 如果是讲大成的十志 是彻底 通达宇宙 人生的十象 直到万法皆空的道 又知道 一切假象 万法晚然 空有不二的道 能够如是 一心之中 修空观 假观 空假不二 这就是中观 一心之中 远修空假 中三观 这个人就开无楼 那得十志 者就得厌性 自然就厌离 厌离什么呢 厌离这个虚幻的世界 像我们求生极乐世界 最关键的是法院 法院就是指 厌离苏婆 心求极乐 假如你不肯厌离苏婆 那你往生就困难 这个厌离不是说 我很讨厌 苏婆世界的这些人 看了都不顺眼 很讨厌他们 很讨厌这些事情 很讨厌这些种种的东西 不是那个讨厌 讨厌不是厌离 这个厌离就是你不留念 不执着它 为什么你不留念 不执着它呢 因为你知道那是假的 那是空 犹如一场梦幻 梦里面的东西 那有什么值得我们留念 所有的这些人 善人恶人好人坏人 也不值得我们去执着 去起爱憎 因为都是在梦境之中 你能够起这样的智慧 就才能够生厌离心 不执着了就是厌离 那么厌离心生起来了 就能等离遇 离遇就是断烦恼 那么贪嗔痴慢疑 这些烦恼以欲作代表 因为贪欲是根本 那你为什么能够离遇 因为你知道它是假的 就不执着 自然那个欲念 贪念都没有 没有贪也没有成 无碍无会 由不三界无所寡 得离遇者得解脱 自然你就烦恼断了 解脱了六道生死 生死就没用 生死是个假象 是个梦境 是因为你迷才会有 迷了就会起欲 就有贪 就有种种的执着 那现在已经离了贪欲 离了执着 就得到解脱 得到解脱 就得到涅槃 真正享受灭盘法乐 所以如是持戒是诸善法根本 这个善法是指挤脱出世的善法 持戒是根本的 所以这就是讲为什么要持戒 持戒不同于世间善法 因为世间的善法 果报只在人听 而持戒 果报是出离三界六道 那不仅我们持戒可以有这么殊胜的利益 对于护持正法来讲 也有关键的作用 在善见律里面 我说到 匹尼藏上 佛法寿命 匹尼若助 佛法易助 匹离藏就是律藏 律藏是佛法的寿命 你看 佛法分三藏经律论 佛没有把经藏 论藏作为佛法的寿命 而把律藏作为佛法的寿命 所以你只要能够 深入到律藏当中 去学习经理 那你就能够注视正法 佛法就因你在而不会混合 匹尼若助 佛法易助 阶法 当然不能只存在文字上 不能只存在书本上 孔老夫子讲过 人能弘道 非道名人 人才能够弘扬那个道法 不是靠道法来弘扬人 所以戒法能不能复兴 正法能不能久住 就靠我们这些人 就是我们出家的这些弟子 我们能好好实现 这就是匹尼注视 假如我们都不实现了 那匹尼就只存在在这个 《大藏经》的这个书本里头 那就挡于是毁灭 所以对于自己的修行 对于佛法的注视 学进实践都是至关重要 在《大藏经》本身新地观经里面 有说到 如等比丘地挺地挺 入佛法海信为根本 度生死和戒为传法 若人出家不护境界 贪着适乐 毁佛戒报 或是正见 入邪见灵 引无量人多大深坑 如是比丘不明出家 非是沙门非婆罗门 行是沙门 心肠在家 如是沙门无远离行 经里面讲 无等比丘 也包括咱们比丘你了 地挺地挺 要认真挺 入佛法的大海 信你是根本 你不信佛法 那你纵然读了很多佛经也没用 那都是没入佛法大海 所以我们学佛不要跟世间的学者那样 去钻研这些佛的经典 读很多很多的经 常识非常丰富 但是没有真正对佛法生起信心 那你基本还是个门外派 根本不可能得到佛法的真实意义 信解行正 首先要有信你才能有正解 有正解才能起正行 有正行才能正果 所以信是根本 信为能入 而渡生死河呢 生死的河 要渡过去 到涅槃的彼岸 戒是传法 你不能没有这个传法 否则你渡不过去 所以若人出家 不好好的守护境界 而贪着适乐 因为戒法 就是帮助我们对治 对适乐的贪然 你好比 我们能够 不费实实 这就断世间人的 对吃的享乐 世间人随便吃 饿了就吃 不饿也吃 一天吃好的顿 不分白天夜晚 那我们出家人呢 向佛学习 佛日中而食 我们就日中而食 顶多是开早餐吃小食 那晚上就不舍 这就是断贪欲 那么又好比 佛制定出家中 不捉续金钱 金钱是毒舌 谁跟他连上了 那就被他咬到 伤害死我们的 法身毁命 那我们出家人 这个少欲知己 三意波具 其余的 那就越爽越好 不能够像佛式时代的 比丘那样的 只是三意波具 那我们也要生惭愧心 尽量的减少我们的需求 那至于钱财呢 要能够放得下 你看杀迷十戒里头 都要求不捉续金钱包 那更何况比丘比丘 当然根本有不利 可以开许我们 钱财缩净 但是自己要存着这种心 缩净 也是等于把这个钱财 占有的念头 放下 人家供养的钱财 我们是将来把这个钱 要换取净财的 什么是净财呢 就是我们的四十供养 这是我们的净财 那个钱财是不净财 不应当由出家人捉续 那我们不得已业障重 只能够捉续 那就要生惭愧心 这样的缩净 那才是真实的 不然直告和行事没有用 拿了钱 好 你借法好像是没有亏缺 都缩净了 缩净了之后 但是你贪心没有去掉 那个借就不是真实 所以借就是对质我们的贪欲 又比如说我们的衣服 藏衣都要缩净 时日不缩净 那就会犯了藏衣戒 这个也是帮助我们对质烦恼 首先第一个 衣服不能太多 越少越好 如果有的 那我们都应该缩净 真实净是最好 真实净现在也很难持手了 就辗辗净 但是我们做辗辗净的法的时候 也都要心存惭愧 比不上佛式的比丘 那我们这个衣物就尽量的 够用就好 不能谈虚太多 所以连必要的衣食 都需要以惭愧的心接受 更何况那些衣食以外 跟我们修到不相关的东西 假设尊者像那些多余的东西 叫愚痴物 你东西越多越愚痴 所以出江众 如果贪着适乐 一定就会毁翻戒法 戒法就是对之是贪着适乐 所以你不能对之 那就会毁了 毁佛戒报 戒是我们的无伤之报 你毁犯了戒报 甚至认为 我们出家人 有些戒就不用吃了 譬如说 八经法不用吃了 现在居然有人也能提出来了 这是失去证件 就入邪见灵 灵就是指很多很多 这个树木就组成灵了 那还有认为 现在连个个都晚上吃饭了 都吃钥匙 美其名曰钥匙 这是等于什么呢 公然的在毁翻戒法 佛治的非时时劫 从商尼到比丘 比丘尼 都没有说开源 我饿了就能吃 没有这个开源 那现在我们呢 都已经习以为常 这就是佛法的悲哀之处 连我们出家人 都不好好实践 你说佛法怎么能行上 佛所制定的戒法 我们以轻慢心 公然的不屑一步 那这就是确实 我们是造很深的孽 那佛在律上 对于实在有病苦的人 晚上最多开许到的 就是他吃一点米粥 这个米粥吃了 它还是犯非时势 所以佛斥令 它躲在一个僻静的 没有人看见的地方 才能吃 吃了之后 回头还要忏悔非时时劫 病好了 还要忏悔 这不是常法 那如果你实在 有渴 或者是 有其他的病因缘 那佛有开许 非时将进行受药 没有开许 晚上可以吃药 所以不能讲 大家都这么做了 那我也这么做无妨 要知道破戒还有得救 破剑就没得救了 公然在反对佛陀的正法 那就是破剑 所以入邪剑灵 就会引无量人 堕大圣坑 圣坑就是地狱 一忙引一忙 相迁入火坑 如是比丘 独能讲出家 非是沙门 非婆罗门 婆罗门就是 这个道德高尚的 这种 这个贵族的这种人 换句话说 这种人就不高贵 要知道 比丘 比丘尼 这都是高贵的成本 是三界当中都尊敬的 人天师表 那假如我们不好好实践 那就不是沙门 那就不明出家 行似沙门 心肠在家 那就像地藏经里讲 这个心非沙门 为座沙门 七旷白衣 违背戒律 种种造恶 怎么样 将来他就必度无间地 千万一劫 求福武器 如是沙门 无远离行 这个远离行 包括两种 一个是深远离 一个是西远离 深远离是指我们出家了 深住阿兰惹处 远离 城市的 这些 贪爱的这种境界 以戒为实 以苦为实 这叫深远离 远离五欲六成 心远离 就是心 确实已经不染着五欲六成的境界 纵然是再俗都不染 这种人才可以设俗一生 他已经有智慧 能够观一切法如梦如画如炮如影 所以能够在利益众生的时候 而不受众生的影响 那么这种人才是真正心远离 那么远离三界之音 必能够得到解脱三界之果 那么关于持戒 大家在这里学习 是很有福报 能够有这么好的师长来教导大家 重视戒法 很多出家人 出家的时候 根本没有人教导 不知道实际的重要性 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我出家今年是五年 第五年了 那之前我已经学佛二十多年 而且没出家前就讲经 对经教很感兴趣 那么对戒律就比较忽视 所以出家之后 那么刚下了戒谈 我出家一个月就受剧足戒 这个39岁出家 跟洪一大师 那个年龄是一样 39岁出家 洪一大师也是出家之后 一个月就受剧足戒 但是我跟洪一大师差远了 人家出家之后 受戒之后 那就专精解律 那我呢 当时是发愿 装红净土法 因为我深受净土的真实的利益 那叫报恩 就发愿了装修装火 敬土他们 对于持戒呢 就不是那么看重 认为我们好好念佛 将来必定待业往生 是吧 戒嘛 反正念佛就能消业障 什么罪业都能消 不持戒 反正不要犯太重的戒就好了 就这么一个观点 所以受了戒之后 也不送戒 戒等高速 从来就没看 什么都不知道 那么也很仰慕偶一大师 因为偶一大师俗性中 我俗性也是性中 这个 当然还不光是俗性相同 最重要的是 对他老人家的那种 大菩提心 那种啊 这个 洪厚正法的承担 羡慕 赞叹 愿意效仿 那么他老人家呢 这个戒净土法门的这些经论 也是非常的精彩 的绝论 我们现在正在讲解的就是 偶一大师的 偶一大师的弥陶药经 这是整个静宗法门的刚宗 要想了解净土法门 你必定必定得学 弥陶药经 那么当然还有静宗第一经 如达寿经 我们这个经是每个月佛期当中讲 那么偶一大师讲 真能念佛 不复起贪嗔痴 即大食戒 那我们很多人看了这个都很欢心 鼓舞 这可以不用学戒了 反正你真能念佛 你就不会起贪嗔痴痴 这才是大食戒 那换句话说 你们肯那些戒本的 是小食戒 我们念佛的人才是大食戒 这个观点 就是一种错误 是一种邪戒 当时真的不知道 那我跟老和尚学法二十多年 老和尚把我送去学戒 当时我还有点不理解 我跟明老人家学静宗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拐个弯 绕个远路 要学戒律 学戒那都是小成 大成念佛 是吧 那很自在 但是老人家跟我苦苦苦心地劝道 劝了我好多次 那我虽然不完全理解 但是我还算一个听话的好孩子 所以就听从老和尚的指示 就跟随台湾亲公和尚学戒 那学戒之后 那学戒之后不多久 因为我学习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不学则已 一学我得把他学明白 我就读很多的 我读很多的欧语大师 宏语大师的 劝诫我们学戒的著作 那么 欧语大师 在重制 匹尼 示意 尽要里面 就有一段话 就专门回答了 我那个问题 那这个话呢 我想 也跟大家 学习一遍 它是一个问答 属于达比修界五问 这个其中一问 这个问答是这么说 问 念佛一门 广大简易 信应奉行 但能一信念佛 自然只恶防飞 何惜 酷酷穷年 学此律法 名相好凡 你非简易 果其声闻 又非广大 恐不若装宏净土法门之妙也 这个问题正是我的问题 你看念佛法门 是广大简易 所谓广大 是三根普辟 力顿全手 那么 上至等觉菩萨 如文书普贤 也不能够超出其外 他们都是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下至地狱众生 疾苦的罪恶的众生 他们也能够因念佛往生而了生死 待业往生 一生成佛 这么广大 就这么简易 就念一句阿弥陀佛就行了 这谁都会念 那你只要信 真信 罚愿求生净土 就必定能往生 那你只需要一心念佛 自然能止恶防飞 你看你心里啥都不想了 就念阿弥陀佛了 那你肯定不会犯戒了 那么就止恶防飞了 你何须花这么多的精神 这么多的时间去学习律法 啃那个律障 啃南山三大洞 名相好凡 戒律的很多名相 每条戒都有凯者吃饭 不仅还有止持 还有坐持 出家人还要送戒 还要送结果 这个坐持的部分 也要去学习 这个不是简易的工作 而且呢 这是小成声闻的解法 他最后的结果 最终只能够得声闻的果 他也不广大 不像念佛法门 那是普贤行愿 最后的倒归极乐 那是最广大 那道不如 专修装红净土法门为妙 这个问题正好是我的问题 你看偶遗大师怎么回答 实戒念佛本事一门 原非易者 敬戒为因 净土为果 若以持名为敬 学律为狱 即为顾名成言 宁成念佛三昧 夫如海无涯 如宝如燕 其部广大 坐饭指持 宝刃泄脱 其部简易 故一心念佛者 虽能止恶防飞 专精律学者 尤为守佛名讳 现在则少龙僧中 临终则上品上升 法门之庙 赎过于此 这偶遗大师讲的不太好 如果不是偶遗大师讲的 我还没这么服气 我这个人也就是比较顽固 一定是你把这个道理说的无懈可击了 我才能够接受 那偶遗大师讲 持戒跟念佛本来就是一门 不是两门 原非一折 折就是那个车走过的路 就是一条路的行径 不是两个 换句话说 持戒就是念佛 念佛就是持戒 这就是一门 是哪一门呢 净土法 你要修净土 必须是持戒念佛 不能说我念佛就好了 不持戒 那你就是一分为二 你跟偶遗大师在这抬杠 人家说一门 你说我就把它分两半 我就要另一半 念佛就好 不要持戒 偶遗大师 怕我们不懂 下面再补充一句说 禁戒为因 净土为果 这个话讲的跟 在净土经论里面好像不同 净土经论说 信念念佛是因 往生成佛是果 那弥陀要解里面也是这么讲的 六信当中 信因信果 就是信 你能够信愿持明 那就是能够念佛往生 信这个因果 怎么这又讲 禁戒是因净土为果 正是因为 持禁戒就是信愿持明 你能够言持戒律 戒就是佛的身口意 你持禁戒 身口意就不犯罪 就清净 身口意清净 就代表你的心意清净 心净则佛投净 这就是净土往生的原理 你说我口里在念佛 我这边还犯戒 还造恶 那么这是怎么能够心境 你念佛怎么能够相应 就像这个莲池大师讲 这边喝着酒吃着肉 那边跟人家谈禅 这样他那个禅就是磨的禅 净土也是这样 你这边喝着酒吃着肉 然后再念阿弥陀佛 就是这个道理 你说这样能往生吗 这边造子杀到淫妄 然后跟着念阿弥陀佛 这个不能往生 心不清净 所以禁戒 身口清净必须要靠戒法 义的清净必须靠念佛 持戒念佛 就是帮助我们身口义清净 就是帮助我们持禁戒 这是净土之音 如果以持名念佛 为静路 这是古德讲的 念佛法人 持名念佛 是静中静又静 是最接近的 而你以学历为虞 虞就是绕远 那么 既为 故命成言 宁成念佛三位 你既然你已经违反了佛的故命成言 什么是故命成言 就像过去帝王最后要死之前 交代给众臣那种遗嘱 就叫故命成言 所以那些众臣 就是等于承担帝王的那种 父主 叫故命大臣 尤其是少主年幼 就要靠这些众臣来扶走 就好像刘备 白帝成脱姑 刘禅还小 那么刘备就把这个少主 托付给诸葛亮 这就是告诉他 要好好辅佐 少主 要保住蜀国的江山 这是属于故命成言 那佛的故命成言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 对我们出家人来讲 好好的持戒 以戒为实 把戒当作我们的大导师 若佛做事无义词 我们能持戒 自己能得解脱 又能护持正法 那如果我们不好好持戒 甚至连戒律都不肯学 那么就违反了佛的最后的一教 你就跟佛做了逆子 不是孝顺于佛 是唯利佛 你跟佛都唯利了 你怎么能够成念佛三妹 念佛三妹肯定是孝顺佛 才能够成念佛三妹 如子亦母啊 佛念我们如母一子 母子互相的意念 这才能够成就念佛三妹呢 那我们就是个逆子 爸爸妈妈教我们的 我们都为你 那就不孝 所以就不可能互相有意念 那就不能成念佛三妹 所以戒如海如雅 这是我们读戒本 都读到戒海 就是广大 如宝如燕 我们把它当作无上的宝 求之不燕 那既然讲 这个如海如雅 怎么能说不广大 那么做饭只持 保认泄托 其不简易 做饭只持 就是这样 什么叫做饭 就是 你不该做的 做 这叫做饭 那么该做的 就要好好的做 这叫做 做饭 不该做的 我们就不做 这叫止持 不该做的 做了 这叫止饭 所以 做饭只持 就包括 只做二持的戒 你能够持一条戒 就得一条戒的写托 所以戒法叫别写托戒 别别写托 就个别个别 你持一条就一条写托 持两条就两条写托 个别个别的写托 岂不是简易吗 我不杀 就有不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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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 果报 我能不偷到 就有不偷到的果报 这就能 很快速的 来成就你的 这个功能 这不是很简易吗 怎么能说 持戒 不是广大 简易 所以 一心念佛的人 虽然他能够止恶防飞 没错 但是他对于戒法 如果不熟悉 他对护士正法来讲 作用是不大的 那 专精律学的人 他 更是能够守佛 明慧 守着佛 明白的教会 楞严经 有四种清净 明慧 就是四根本重结 不赢 不杀 不道 不忘 这是所有戒律的根本 一些戒律 都是从这四种戒 展开来的 都是防护 这个四种戒 这是佛对我们的 清净明慧 我们能守得住 现在就能 少龙僧众 这个僧众 现在来讲 开始复兴 这是好事情 在偶一大师 那个时候 你看他老人家 想找五个比修 如法如历的共住 都没办法成就 这样这个愿望 明慧 清初的时候 那时候戒法 已经摔到这个地步 到宏仪大师 那个时代 也是 非常的凋零 那么这些大德 为了拯救佛法 就转井见 你看 宏仪大师 他有一副对脸 特别感人 这上年讲到 事舍生命 红河南山四分绿 九柱神中 南山三大部 从宋朝以后 就一度失传 好在被日本人操却 保留下来 到民国初年 才要运回我们中国 所以当时 宏仪大师 就一心地钻研 南山三大部 做批注 做修正 做整理 分科 然后写了很多的 这些心得 包括这个 比修界相表记 这是对我们的 出家众来讲 比修界 比修尼界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刚明性的著作 对于在家人 就南山在家背难 当然也是我们出家人 必学的 它实际上就是 三大部的 抽出来的 这些在家出家 都可以学习的 解法 把南山四分绿 拯救起来 这是少龙僧众 我们现在能读到 南山三大部 现在我们流通的 三大部的本子 那个页媒上 都有那个 写的批注 那都是宏一大师 当年的 写的这些东西 这些批注来的 当然不一定是 宏一大师的亲手笔记 但是完全是宏一大师的 这个文字 愁入 所以我们现在 能够学到 南山三大部 这个 要感恩的 宏一大师 欧一大师 就没有见到 南山三大部 所以他不得已 为了弘扬 戒律 他想得跟 道宣律组一样 把这个五部律 做了一个 汇集 整理 提炼 做成 重制匹尼 示意 极要 十七卷 分量比南山三大部 少得多 三大部 是八十卷 这个 重制匹尼 示意 极要 十七卷 也是把 只做二持 比修尼 包括 这个 沙米 沙米行 沙米十节 唯一路要 就是这里面的 一卷 最后 第十七卷 等于归纳 总结出来 让我们后世的人 学习 比较方便 这种都是 良苦用心 为了少龙僧宝 因为三宝之中 我们讲 注视三宝 佛宝 那就是 现在讲 佛像 法宝 是经书典籍 这两样 都是无情之物 僧宝 才是有情的重生 所以 三宝 要靠 僧宝 来弘扬 法来 松传 那僧 怎么能够 立起来 就是要靠 戒法 所以 能够把戒法 复兴 就能够 少龙僧宝 少就是 祭成了 龙就是 龙胜 兴胜起来 能够 少龙僧宝 就能 少龙三宝 真正是 续佛会命 弘法立身 那这样的功德 是最为殊胜 灵终 一定能上天 上上 所以 法门之妙 赎过于此 净土法门 最妙就妙 在这儿 十戒 念佛 我就是看了 欧益大师的这个文之后 就心服口服 这回不敢说 不要十戒 只要念佛了 所以就开始 好好的念佛 好好的学戒 那么 学戒 首先 当然 要明白 戒的纲理 有四大含义 戒体 戒法 戒行 戒相 戒法摆在第一个 法体 形象 首先 我就 把这个戒体 搞清楚 我看到 红义大师 是讲到 这个 戒体的问题 是 他老人家 在律学要略的 这篇 讲演当中 这个讲演 是他在一次戒坛上 对刚刚 受完三坛大戒的戒子们讲 讲什么呢 给大家泼了水 我把他的话 原本念出来 说 若受杀弥戒 须二比丘受 比丘戒 至少要五比丘受 倘若找不到比丘的话 不但比丘戒受不成 杀弥戒 亦受不成 我有一句 很伤心的话 要对诸位讲 从南宋 迄今六七百年来 或可谓 僧众断绝了 以平常人眼光看起来 以为中国僧众很多 大有达至几百万只盖 据实而论 这几百万中 要找出一个真比丘 怕也是不容易的事 如此 怎能受 沙米比丘戒呢 既没有能受戒的人 如何会得戒 这个话 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这个话是 请让人感叹 你看 洪玉大师讲 这登坛受俱俗借的人 这么多 当时中国僧众大 有几百万只盖 但是想找一个真实的比丘 都找不到 原因在哪里 就是因为南宋以后 这个比丘戒的传承就中断 那为什么会中断 因为要得比丘戒 需要重援成就 比丘戒不同于菩萨戒 菩萨戒受戒的时候 主要在心 你发菩提心 制成的求受 是可以得戒 乃至没有戒失受 千里内无能受戒失 你可以在佛菩萨形象 前自施受戒 比如饭往菩萨戒制定的 就是拜颤得好香 就能够得戒 所以重在心 不重在圆 但是比丘戒是很尊贵的 它是僧宝 所以佛对这个要求很高 他要重援成就 比如说结界要成就 时时要清净 这个结膜要如法 心境要相当等等 这个在结膜书《纪元记》里面 大家可以翻阅 就讲得很清楚 那就论第一个 结界成就真的不容易 因为结界要做一个结膜 那这个结膜呢 是要至少四位比丘来做 那假如一位比丘都没有 那结界就不成就 这个比丘是真实得戒体的比丘 不是一个名字比丘 像我们一般如果登坛寿 没有得戒体的话 那属于名字比丘 有名无实 那有的人说 那我在受戒的时候 实施都要清净的比丘 那我要意念中认为 他们是清净的就行了 在律上是有这样的例子 就是假如那个戒和尚 是一个破戒的人 但是弟子不知道 受戒的人不知道 认为他是清净的 也可以得戒 但是呢 这是从我们的主观上来讲 是可以办到 假如实施不清净 我们认为他们清净 就是生至重心 世事如佛 这样的至成恭敬心来受戒 是可以得戒 从主观上符合条件 这实施清净这个缘 就算可以成就 但是客观上还有缘呢 那就是戒戒戒戒那个是客观条件 假如那个戒没成就的话 你那实施都是清净的比丘 那也是不得戒的 这就客观的缘就很不容易 因为客观的缘 确实要客观的找到 这四个以上的清净比丘来戒戒 那如果真的一个找不到了 那就没有 这是洪于大师的感叹 为什么说六七百年来 这个比丘戒就已经断了 生重断绝 那比丘戒没有了 当然受比丘戒不得戒 受沙弥戒也不得戒 因为受沙弥戒要两个比丘戒 那一个找不到 那当然没有 那受比丘尼戒呢 当然也没有 因为比丘尼戒 今天早上说了 都要到比丘僧中求大戒 那比丘也没有 那就比丘尼也没有 那比丘尼没有 是沙尼也没有 沙弥也没有 这真的是生一种断绝 这是一个很可爱的事情 那我看了这一段 我这是汉毛直述 那我就效法洪于大师 问自己到底得什么戒 洪于大师当年也认为自己没得戒 他是在佛前念旧 念的菩萨戒沙弥 那我们可能觉得奇怪了 佛菩萨只是告诉他 他得菩萨戒 这没问题 因为他真发菩提心 自是受戒都可以得菩萨戒 那他怎么能得沙弥戒 不是刚才说了吗 比丘没有了 那沙弥也应该没有了 那原因在沙弥得戒 不需要戒戒 只要两个比丘 给他在自然地上 自然戒里头 都可以去受沙弥戒 不需要戒个大戒 不需要戒戒场戒这些 不用做法戒 所以沙弥戒理论上是可以得的 只要他认为那个戒师 是清净的就可以了 但是比丘戒是不行 比丘戒必须要在做法戒上得戒 没有做法戒就不可能得比丘戒 所以连沙弥大师这样的人 都得不到比丘戒 他顶多顶多又是菩萨戒上 那我就效法戒大师 李万佛 然后一个下当中 就勇猛精进的拜探拜佛 最后念究 效法戒大师做了好几个究 第一是菩萨毕修 第二菩萨沙弥 第三没有得菩萨的毕修 没有得菩萨的沙弥 第四菩萨优婆色 就是没有得比丘沙弥戒 只得五戒 还有菩萨戒 还有就是再加优婆色 菩萨戒没得 只得五戒 最后三归人连五戒都没得 这几个究 拜完万佛之后 那个万佛明经 从头到尾拜了一遍 然后就念究了 要制成感应的 不然你没有制成心 那念究也不准 结果一念呢 你知道我念了什么究呢 是个三归人 连五戒都没得 我就在那思维 为什么我五戒都不得 本来五戒 自施兽也可以得 原因就是我们兽戒的时候 都没有制成心 没有制成心 实际上 你做那个仪轨都不得进 所以怎么办呢 求戒体 法体形象 戒体是根本 你有戒体 才论得上戒形的 持贩利产 所以先求戒体 宏益大师怎么说呢 宏益大师这么说 他跟宏益大师说的是一样 说诸位中若有人 真欲少龙僧种 必须求得沙弥比修戒者 亦有一种特别的方法 即使如偶异大师 李沾茶禅仪 求得清净伦相 即可得沙弥比修戒 以后即可称为菩萨比修 这是大成经里面 只有这么一部说到 用这种特别的方法 能够得菩萨比修戒 当然包括比修尼戒 就是李沾茶禅 智伦 第二轮是三个轮 身口一三种 连自三下 和全红 全是善的 就叫清净伦相 得到了清净伦相之后 就是地藏菩萨给你的印证 你的戒体是清净 你现在可以自示受菩萨节 比修节 倘若你还不满十八岁 那你是女众 你是沙弥尼 那你就自示得菩萨沙弥尼节 假如你满了十八岁 可以自示受得菩萨世叉摩尼节 到了二十岁 也可以自示受得菩萨比修尼节 这是战察经上讲得很清楚 那欧弥尼大师讲 末世欲得境界 舍粘察伦相之法 更无别途 就是你别想别的方法了 除了粘察伦相之外 没有别的方法 那么 洪弥尼大师讲 因为得清净轮向之后 即可自示总受菩萨界 而沙弥比修界 包括在内 就是说 菩萨界收射了 绿仪界 就是沙弥界 比修界 都收射在菩萨的绿仪界界当中 以后即可称为菩萨比修 李瞻察颤得清净轮向 虽是极不容易的事 躺住位中有蒸发大心者 亦可奋力进行 这是我最希望你们的 洪弥尼大师最希望我们的 就是这个 那么洪弥尼大师 当然有讲到 一方面要求戒体 一方面呢 就是要为了护持正法 还要维持现状 那所谓根本的求戒体 就靠李瞻察颤得清净轮向 得到了清净轮向 当日自识受菩萨比修尼界 假如大家没有那个自识受的文 文字有 可以发给大家 那么但是同时还要认真地学习这些戒法 既然你已经受了比修尼界 你不管是真的还是没有真的 你都要学 受了界就可以学戒 学戒就是维持现状 让戒法能够长驻世界 不要灭绝了 没有人学他就灭了 所以维持现状 跟这个求根本的戒体 两个要同时进行 这是洪弥尼大师对我们的指示 当然这是很不容易 在座的人都很年轻 肯发心都可以做到 侯弥尼大师是46岁 结下安居当中 他就舍掉自己所有的戒 变成三归人 跟我一样三归人了 然后开始拜仗塔战 拜到最后47岁元旦得清经理想 所以从此之后 他就称菩萨毕丘 之前叫菩萨沙尼 你看他的著作 47岁以后都叫菩萨毕丘 人家真的是一个大德 实事求是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欧弥尼大师 我读不知真 我读不爱假 不搞假的 那你搞真 当然这戒法当然是精通 自己的经验 得清净伦想 只要制成的去拜仗 很快就能得 自己是在2013年8月初八 得清净伦想 这个我们僧团里面有两个人 还都是沙弥 都得到清净伦想 那还是沙弥得清净伦想的 他就得菩萨沙弥 那以后再受俱诫 他就真实的菩萨毕丘 不用再求清净伦想 包括现在你是沙弥尼 你到了18岁 你就可以自动转成 真实的菩萨施察摩纳 到20岁自动转成 当然要自食兽 转成菩萨毕丘 这是根本的 那么维持现状来讲 就是好好学界 学界的内容 不仅是要 把这个戒本精统 第一是要背诵 第二要解义 解义就是把每一条戒 348条戒当中的开遮持反 都要搞得清清楚楚 这样你才能够无法的行使 佛制比丘 五项以内要专精介路 因为比丘建250条 确实要那么长时间 因为不仅是要把戒本搞通 还要做事的部分 结末的部分都要搞通 你比如说 如果僧团里面有人犯二篇 你怎么帮他去唱会 生团 送戒该怎么送 结家安居该怎么做 自知该怎么做 这些如法生事 我们都要惊恐 而且这些文都要把它背起来 结末文不能看着本子念的 送戒也不能看着本子的 那个叫送 不看本子叫送 看本子叫读 不是读戒 叫诵戒 那比丘尼佛是制定六年学戒 比比丘多一年 为什么呢 因为比丘尼戒比较多 差不多比比丘戒多一百条了 多九十八条 那你就得花些时间 那么佛制定五下 比丘尼六下 能够办比丘比丘尼式 就是你不仅精通指识部分 戒本 这个开车吃饭都懂了 还要诵戒结末都精通 这个人才能够静学静论 不能够列等 要依次而学 所以大家 无论你学哪个宗 哪个派 哪个专业 戒是根本 是基础 是共同科目 佛学院应该把这个戒律课 作为共同的课程 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学 你不学好 那比丘比丘尼式都不懂得怎么办 那你学这些经论 难免都会有带来很多故事 年轻的时候不学 到年纪老了就更不肯学 面子都拉不下来 不愿意学了 那这一生就得以废了 那我们的教务长还要求 让我再略谈一下安居自资的意义 这也是如法生事之意 送戒 安居 自资 这都是我们出家人的常访 如果不做 那都要犯戒 比丘尼不安居犯三片 比丘犯五片 不送戒 这个也是犯五片 这些都需要做 那为什么比丘 比丘尼要安居 出家五众都要安居 不安居就会结罪 这是因为我们出家人 是以修道为要务 如果不往好好的安居 到处无事游行 就会防费我们的岛屋 而且特别是夏月当中 很多的外面的蚊丛 这些冤飞软冻之类的 很多的草木 我们会踏上 这会有违我们的雌性 而且世间人也会畸贤 出家人老是到处跑 不像话 所以佛制定 一切时都应该安居 春夏冬三时 印度只讲三个计 中国人讲四计 他们只有春夏冬 三十都要安居 那么夏安居是为最重要的 那么在安居当中 就是把自己的身形定在一处 就能够收射六根 去静思到法 而且安居之中 要刻定日期 用功办到 九十天安居 客气取证 所以安居在佛氏时代 每个下安居之后 很多人都开悟正果 所以那个时候供养安居 神功都特别大 为什么 都是正果的圣人 那我们纵然不能正果 至少在道业上有长进 比如说你能够在接下安居当中 九十天用功念阿弥陀佛 念到一心不烂 那你这一生就完成任务了 你肯定能往生 九十天足够用了 弥陀经只是说 若一日之若七日而已 那你九十天有什么不行 我自己就是去年 下半年的时候 就闭关九十天念佛 每天十万佛号 九十天念了一千万 虽然还没到一心不乱 但是自己感觉到提升很大 总要精进 修道要趁年轻 年轻力壮 这时候能够用功 到晚年了 想用功用不起来 所以安居非常重要 能够让我们的身心收舍 不散乱 对我们道业讲进 是至关重要 那自资 也是佛制定的 常法 每年结下安居之后 必须要做自资 这个 一下九旬 大家都精炼身心 但是往往可能 自己都有很多的过失 就是我们修道的障碍 我们见不到 要靠道药来帮助自己 互相劝谏 就是辗转 相见 相交 常 佛弟子就能等争议 所以 这时候 佛制定 我们生团成员 互相之间 来劝谏 来举罪 那自己就要打开我们的心扉 欢迎大家给自己提意见 这个自资就是 毛主席讲的 批评跟自我批评 互相都这么做 互相的策略 自己没有什么 隐瞒的 罪不能隐瞒 都要发怒 发怒 忏悔 这罪就消掉 如果不肯发怒 当然就不肯上回 那个罪业就越来越大 所以自资 就是帮助我们 改过的一个好方法 当然我们不光是做行事 更加是要 有这个真实的内容 要改过自行 要认人取罪 欢喜接受 人家的批评意见 那佛叫我们 为什么要做这个仪轨 就是尊重 那彼修尼 还要做个节目 猜一位代表 到彼修僧众 来求请自私 这这个仪轨 都是帮助我们 能够落实这个内容 所以 这不是搞一个行事主义 那么 在自私的安居 和自私 这个仪轨之前 还要有受仇 受仇 讲白了 就是典人数 典人数 还要这么浓重的仪轨 干什么 还要用散花 烧香 还要洗手 还要念记子 来受仇 这么重要的仪轨 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 自己是僧团的一份子 我有资格来参加僧团 作为一份子 来受仇 这是一个很光荣 很庆幸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受了戒 我没有破戒 我就在这个僧团里 凑足一个僧数 受仇就有我的一份 这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 让我们能够通过这个仪轨 认识到尊重阶体的重要 所以佛的所有的仪轨 都有它的含力 不能够请慢 那么我们如果有犯戒 自私之前 就要忏悔清静 参加自私 自己有试罪 认识到自己的罪 要发落忏悔 那么生邪作词 这些本子 大家应该都有 按照对手忏悔 一般清的罪 对手忏悔都可以出罪 重的罪 如果还来不及忏 像二篇的 还没有因缘忏 出罪 那我们先要发落 或者可以先行 这个莫纳洞 但这个也不容易 先发落 发落了 罪孽就不再增长 不然今夜 复长的话 他又有罪 罪上加罪 那我鼓励大家 如果当天犯了戒 当天就要忏悔清静 最好罪不要格宿 格宿了又多一条罪 就复长 经夜复长 还辗转复长 每隔夜 每增加一天 罪业又增加 时时刻刻都要想到 维护自己戒气的情景 我们在绝缘寺的生团 大部分人都能够重视忏悔 基本上当天知道自己的罪 当天就忏悔 这个做法非常好 自己忏悔了 感觉到身心清静 很清安 好像放下了重负一样 如果罪业很重 这个犯戒很多 到最后忘了自己犯什么戒了 留下了只是忧悔 这样对修道具有大的伤害 现在我相信时间也都到了 几两个 对不起 时间都超过了 所以最后呢 让我用这个慈州大师的一句话 来给大家作为一个结束 慈州律师说 不学经论无以言 不学律无以利 所以大家在佛学院 好好的把经律论学好 而且戒律是药中之药 把戒律学好了 再学习经论 那么必定能够因戒得定 因定发挥 你就能够承办圣道 就能够令正法成圣 好 今天呢就讲到这儿 感谢大家的参与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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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